注意看 眼前这个嚣张的女人 其实早已被退婚 却非要跑到别人家里尝试 眼见家福要被他欺负 穿越小伙及时赶到 阻止了女人继续作为作福 谁料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女人 再见了小伙后却变了脸色 不仅一反常态撒起了小伙 觉得自己只是说了家丁几个人 都怪他们不让自己进去 全然忘了自己曾经荡面退婚 仗着家里的势力百般为难小伙 如今见人生意越来越好 反来巴结起了自己 原来 自从退婚后女人家里生意 是一天不如一天 如今为了拯救家业 她竟放弃骄傲 可怜兮兮跪在地上 请求小伙原谅 那婚姻她就是个赖人 她对我一点都不好 虚母 看在我们之前有爱情的份上 你就帮我 告诉我想要我的配方吧 叶如快起来啊 走 我去帮你 小伙你没事吧 虚母 叶如你还真是连装都不会装 退婚术不是已经在你和南淮宇的订婚宴上公之于众了吗 我们两个之间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还想要香料配方 有兵吧 就是 别以为你攀上了公主和张大侠很厉害 我告诉你 南波爵斧的势力是你想象不到的强大 你就等着从天上睡到地下吧 我们走 什么东西 南波爵斧 行 那就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厉害啊大熊 你这神手要是在现代啊 绝对是一代兵王 都是小木你教的好 没有没有没有 少爷 少爷 陈金刚 我致富之路的一把好手 怎么了 事情可有眉目了 我打听到了 咱们赶快过去 吃责生鞭 大熊 走吧 终于有机会啊 展示你的身手了 好 这伯爵斧藏得够严实 花了两天 打听了好几个月 才查到他们在这 赵文青已经被伯爵斧打死了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赵夫人 抱歉 这是南伯爵的命 要怪就怪你那个死鬼男人 知道伯爵斧的秘密太多 就算死了 伯爵他人也不放心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张文青从来不把府上的事情和我们说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孙叔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行了 废话不多说 夫人 我送你们一家团去 多说 你是何人 多管闲事的人 帮了他们 多管闲事 那你得看看你管的是谁的事 平时如此的龌龊阴险 跟阴口里的臭众一样 你们是伯爵斧吗 你既然知道我们是伯爵斧的人 还敢管 不怕被灭门吗 我既然敢管伯爵斧的事 那么我当然有信心灭了伯爵斧买门 大雄 实战训练万分小心 灭了他 上 赵 多谢恩人 救命之恩 感恩戴德 多谢恩人 赵夫人不必客气 我带你去见赵文青 求求你不要杀我们 赵文青干的那些事情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然别害怕 我是带你去见活的赵文青 活的 赵文青不是被伯爵斧打死了吗 赵文青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好歹是本公子帮你从伯爵斧捡活靠命 打算怎么谢我 徐墨 我承认是你救了我 但是想让我赵文青替你卖命 想都别想 你这么有骨气啊 你是不是还对伯爵斧抱有希望呢 你以为那天南欢羽想杀你 是一时兴己是吗 曾想在伯爵斧长大 跟着伯爵大人几十年 伯爵斧虽然对我不忍 但我不能对伯爵斧回忆 你想让我出卖伯爵斧 最好死了这条心 好 有骨气 是条汉子 既然你赵文青对伯爵斧如此忠心耿耿 看来本公子救下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倒是有些多余了 我这就把他们送回伯爵斧 以成全你赵文青的忠心耿耿 你说什么 接下方按钮观看完整版